一身白色帥气西装 韩国人气男神安普贤 现唱夯剧雷台院主题曲 为见面会揭开序幕 粉丝们也精心准备Q版安普贤蛋糕 为16号刚过完生日的他庆深 让他相当感动 特别走到台下与粉丝们一起合体 比爱心 让现场粉丝们各个心花怒放 而前一天记者会 安普贤秀出自己28公分的大手 超重粉的他 因粉丝要求现场再量一次 25 大概25 有你想要知道太平洋街浪有多快吗 球都在来 听门球都对 我可以用力吗 可以 加码两起51公分宽的肩膀 还笑说可以用力吗 感受到安普贤不想输的斗志 笑翻台下大批粉丝 而下个月要来台湾 开粉丝见面会的男神还有他 大家好 我是平洋 台湾在台湾上最高兴奋的 很高兴奋的期待 有趣的准备 所以请来 韩兴冰又席因为演出背着善载跑 声明大照 准备熟度来台举办见面会 门票更是一开卖就秒杀 粉丝秀出抢票画面 VIP座位区一点进去就被抢光 剩下来的空位也是看得到抢不到 一直停留在雄位的页面转圈圈 不到60秒就完售 让许多粉丝欺诈留言 特别从国外飞回台湾抢票 却一张都没抢到 认为没有实名制都被黄牛抢光光 更有粉丝指出 原价3800元的位置 已经被黄牛超到五位数 韩话主办单位希望能加场实名制 让真正喜欢编游戏的粉丝 能够到现场支持 正在风潮席卷全球 也让黄牛抢票争议再度引发关注 明星闻 陈教育谭俊豪台北报道